张若云父亲曝光,是来头不晓得他,网友,难怪人人都说唐一新高攀。 唐一新出演过甄嬛传,人长得也是清纯可人,但是一直不温不火,直到和张若云的恋情曝光,大家对他的关注才多了起来,如今的唐一新知名度很高,和张若云的恋情备受祝福,事业上也有进步,从配角到如今饰演主角,这和张若云的父亲有很大关系。 张若云在演艺圈看似低调,但其实他的背景强大,父亲来头不晓。 张若云既是富二代,也是新二代,张若云的父亲张健曾经是个有名的房地产商人,后来转行做导演,张若云刚出道的时候就在电影《雪暴坚强岁月》里饰演男一号,而该电影的导演就是他的父亲张健。 张若云的继母刘备,是一名演员,多次是百花脚影后,还多次提名金马奖、金鹰奖,刘备和张健的感情非常复杂。 两人在2002年的时候离婚,两人都各自在婚,都生下了一个儿子,后来张健和刘备都离婚了,两人又破镜重园,纷纷和和最后还是在一起了。 张若云的家庭背景强大,父母来头都不小,张若云也被贴上叛爹的标签,后来张若云有一部拍父亲的戏,近些年都是拍别的导演执导的戏, 他想评级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的演技,如今也在娱乐圈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,和唐一新的恋情也甜蜜稳定。 张若云和唐一新在一起七年了,唐一新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,张若云的背景曝光之后,很多人都说唐一新高攀了,唐一新从小就是美女,读高中就是出名的美女, 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就被重庆大学美式电影学院选走了,后来成为了演员,认识了张若云。 张若云和唐一新感情稳定,唐一新很爱笑,而且笑起来很美,唐一新俏皮可爱,张相甜美,肤白貌美,还有傲人的曲线让人羡慕不已, 据知情人士透露她平时会包人,米,梅,让人羡慕她的玲珑身姿,爱美的我尝试了数周,小肚子已经消失了。 谈及婚姻,唐一新和张若云表示目前没有计划,但是随时可能会闪婚,两人的恋情一开始很低调,被粉丝发现之后才默认了恋情, 其实,唐一新本来是叫唐婷的,是为了与张若云祖情侣名,所以改成了草字头,日字旁的名字,连名字都这么般配,真是甜蜜。